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來 就是實測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很厲害 因為我去逛Lint Huffle的時候 然後就是閒晃囉 那其實我平常對一些 各大品牌 的美妝品啊 或者是服飾就是在網上 都可以search的到 所以就沒有就是頂多就是 會看看一些服飾的款式摸一下 它的材質但是像 我會更偏向 發掘一些可能就很 小眾的東西或者是什麼 新奇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昨天就是發現了 這個它就是 說呢 是它這個棉啊是有 它這個材質是 是什麼超級細 纖維之類的 所以呢可以直接就是可以卸妝 對但是 當然那個櫃姐就跟我說 可能Waterproof的 就是可能防水之類就是 比較強的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整個卸掉 但是呢 一般的淡妝是可以的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我很少在化妝 這個我如果買來就是當洗臉的 這樣子應該會是 非常的合適 然後就 就感覺滿環保的 然後因為像我現在是 只有晚上會用卸妝洗臉 然後基本上 早上起來是 只用溫水洗臉而已 因為我皮膚比較乾 所以如果說 你在洗臉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 油水不平衡 然後就會狂長痘痘 因為我之前就是 有這樣的經驗 後來醫生就叫我別再 瘋狂洗臉了 甚至他叫我只要洗 洗面乳或者是卸妝就好 所以我現在就是會 有化妝才會用卸妝 沒有化妝就是用一般的洗面乳這樣 然後我今天就是想要來試一下這個而已 原則上我覺得這個是 適合我的 但是因為大部分的人 還是會化妝什麼的嘛 所以我想要來試試看 我先拿一片 然後它其實 中間你會摸得到它的洗 中間那一片是有一個硬度的 然後它的旁邊這個 就是其實還蠻細緻的 這個棉就真的跟我們的那種 洗面布不一樣的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洗面布 就是是這種普通的洗面布 然後這種 這個我也覺得超好用的 我喜歡 我在Look Fantastic 可以買得到 然後這個 OK 然後我現在就來 先來試在手上 就是我現在試乾淨的手 就是我現在試乾淨的手 然後我現在先 這個是 NUX的 就是 我沒有拿底妝啦 就是直接拿這個 塗一塗 因為太少在用 我覺得太少在用的東西 都會變成我的 就這是遮瑕 都會變成 拿來實驗的 好像塗太多了 所以就覺得好像都沒有很乾 然後 原則上這個是已經 就是 眼線已經是乾的了 對 然後這個是 嗯 沒有很乾 還有 這個也會有一點點 但沒關係 我們就是 可以看看 那個東西有多厲害 這樣 反正就是 不用用清潔劑 我覺得蠻神奇的 然後 我們現在 就把它用濕 欸我剛剛用在手上 它用濕 它其實有一個厚度 然後呢 結果真的會耶 已經 用掉了 然後用水的時候 好我已經把它用濕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 我先輕輕輕輕輕的擦 然後看一下 輕輕的擦 其實就是 這個 這個眼線 好像真的可以耶 但是 有可能是 我在平面上 所以呢 有可能會比較 就是 比較好擦 但是如果說 是在臉上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 再 輕一點 其實我覺得我也是輕輕的 欸真的好神奇喔 欸這樣子真的很 神奇耶 然後這樣子洗不掉耶 然後我等一下拿 吸收乳 把它擦一擦 這樣其實是洗不掉的 然後 我等一下拿 沐浴乳 但是 欸不過 我覺得這個如果這樣子 拿來洗那個什麼 洗身體 它好像有賣身體系列 但是它 它的膚觸感 我覺得是還蠻好的啦 就是也不會說什麼 有粗糙 粗糙的感覺啊 什麼 其實就跟 比毛巾 還要厚實一點的感覺 欸真的蠻神奇的耶 欸 清洗的話 不過其實這種東西就是消耗瓶啊 好像還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如果平常我們用什麼在化妝的話 基本上那些 防曬啊什麼之類 應該是沒有問題耶 欸我推薦給那個 特別就是特別 如果說你也覺得它不錯 然後化妝的話 想要用的話 就是也可以買 但是我會特別建議 特別特別推薦給 像我一樣就是很少化妝 然後就是只有 用防曬的人 就可以用這個 然後呢 你擦一擦其實也不會像 這個那麼多顏色的話 就 你會覺得 不會那麼噁心 就是覺得可能會 就沒有消耗的那麼快啦 對 但是像我可能就 因為它其實一包裡面有三片 然後我可能就會 分成說 這個就是專門 給如果有化妝的時候再用 然後一塊就是 然後一塊就是 平常的時候使用囉 就比較不會看起來 這麼髒髒 這樣子真的效果還蠻厲害的 嗯 好就推薦給大家囉 掰